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内政部议政署今日举办107年上半年替代一级优单位及一男表扬大会,内政部长叶俊荣表扬41个替代一级优扶琴单位,125位优秀替代一男,他期许各机关能好好对待替代一,这不是要求去很凉或轻松的单位,而是机关要给替代男友表现机会,能够发挥所长及专业。 叶俊荣致辞表示,今天要感谢受表扬的民间企业、政府机关及替代一男,台湾有一个替代一制度,把各界力量结合在一起,促成今天的表扬大会,看见了替代一公益大使团的开场表演,怎么会这么厉害,身体怎么这么柔软。 叶俊荣指出,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有替代一,替代一公益大使团昨天在特教学校做了非常令人感动的表演,与特教学员有良好互动。 替代一男也看见社会上各种需求,叶俊荣提及,替代一制度从2000年至今有18年历史,当兵员有胜余时,扶替代一让大家有好的服役环境,例如在台中监狱服役的同仁,每天都在看赃物,也尽心完成长官交棒的事项。 此外,自泰国北兰府回台,在云林伦被粉注所扶替代一的林彦军,他因精通泰文,服役期间协助警方翻译泰文,以流利泰语突破太极卖淫女子心防,让泰国媚吐露实情,今日也获得内政部长叶俊荣颁颁奖表扬。 林彦军指出,有一次警方查获泰国女子卖淫案件,范贤被关在南投收容所,她与警员一同前往并担任翻译,得知二名泰女是持观光签证短期来台卖淫,一次性交易价格2800元至3200元不等,泰女可抽1000至2000元不等。 林彦军提及,在替代一生涯中,警方也曾查获泰国移工吸毒案,那次有十多名泰国移工被抓到警局作笔录,刚开始泰南非常害怕,但双方以泰语沟通后,对方也渐渐卸下新房吐露毒品上限是谁。 另一名在台中消防队乌日分队服役的蔡凯奇,具有中医师执照,每日出勤就互病患,更与消防弟兄干复活场,在外面负责装备及水线,任务结束后也会以中医针灸减轻队员酸痛。